早上或者是中午吃麵包吗 现在想想说 哎 奇怪了 啊 麵粉价格都下跌了两成三了 为什么麵包没有全面的降价呢 消息会算一算 其实一个麵包的成本 只有三块而已 结果你现在如果去买麵包 9块一路到30块钱 这个价差甚至可以高达21块 那么一个菠萝的价差也有12块之多 但是呢 这个也有业者就讲说 哎 我们这个用料是不一样的 不能拿我们跟大卖场来比啊 而且说降就降价 说要靠品质来留住消费者 真的都完全没有降价的空间吗 麵粉价格降了23% 不过却不是所有的面包店都降价 消息会计算成本 要业者给交代 60公克的面包来讲 它所需要的成本是1.73元 面包皮呢 一个面包呢 大概1.09元 所以加起来呢 它实际上一个菠萝面包 以60克来计的话 它的成本是不到三块的 但是呢 有的贵的呢 可以卖到30块 甚至有的还在涨价 根据消息会的算法 以60克的菠萝面包为基准 所需要的原料 面粉占50% 砂糖占10% 奶蛋各占4% 5% 一个菠萝成本约3块钱 价格却从9块到30块不等 其中最贵的涨幅 从16块变20块涨了25% 菠萝以60公克为单位 最贵的一个要20.95元 最便宜的9块钱 一差差了2.3倍 最贵的菠萝单价要30块 消息会批评价格差太多 业者很不服气 我觉得这根本是 须值比苹果 这根本是一个很荒谬的一种 比较的方式 两个卖50块 或者说是在 非尖锋的时间 我们又在做降价的措施 切开内线要说明用料有差别 业者说一个月平均卖出 300个菠萝 面粉酱会做促销 要用品质让消费者自己选择 中文经文娱乐为蔡孟臻 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